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小曼 怎么了 我 我喜欢你 为人 我觉得 我们还是更适合做朋友 我想我该告诉你 我真的喜欢你 小曼 小曼 为人 小曼 小曼 为人 小曼 李翔 小曼 小曼 李翔 小曼 为人 小曼 李翔 你怎么总是阴魂不散跟我作对呢 你别忘了 要不是我出手相助 你早就被长风卸成八块了 我感激你跟白当家出手相救 但感谢归感谢 我不允许任何人欺负小曼 谁欺负小曼 告诉你我跟小曼是青梅竹马的 是你从中挑拨枪走了他 你还在我面前装什么英雄救美 你说话礼貌一点 我和小曼真的只是好朋友 朋友 高丽翔 你别太得意了 你有本事 就跟我玩名的 别跟我玩音的 我告诉你 今天的车为人 已经不是当年的车为人了 好啊 如果你要一意孤行 我就奉陪到底 一场误会 你们两个别争了 小曼 如果你一定要跟着这个大鱼的 是不会有好结果的 高丽翔 咱们走着瞧 小曼 你没事吧 我没事 李翔 自从我见到你之后 我就知道 我没有办法去忘记你 那天当我们分手以后 你说不再理我了 不再见我了 你知道吗 回家以后 我真的哭了一整天 我像发疯一样的想你 我知道 也许我们两个这辈子 都不可能在一起 可是我就是没有办法忘记你 小曼 我了解你的感受 其实 其实我也忘不了你 但是你知道吗 我不能放纵我自己的感情 我不能辜负丹萍 你明白吗 我明白 我当然明白 因为高丽翔在我心中 总是那种负责任的男人 谁都不怪 怪我的命不好 在丹萍之后遇到你 李翔 今后我不会再去麻烦你了 可是你能答应我一件事吗 你说 你能送我回家吗 你能送我回家吗 最后一次 我给你来 你能帮你去情形的方式 我把我拿回家 我给你了全部的孩子 可以去哪里 你能帮你去哪里 你们给你了 如果你给你了 去哪儿了 我去见一个朋友 怎么了 微人 有事吗 没有 没事 大当家的 您找我有事吗 我是想问问你跟了我这么久 感觉怎么样啊 大当家的 跟在您身边 我学会了不少事 感觉比赛加强多了 微人哪 我得提醒你啊 吃我们这行饭是要玩命的 我不希望你以后做事的时候遇到危险 一定要答应我 大当家的 您为什么对我这么好 我是受了你娘的嘱托 不 还有啊 以后在外面 不要总觉得自己是混江湖的 这没什么好骄傲的 好 大当家的 有句话我不知道该讲不该讲 说吧 说吧 我觉得您应该提防长风 你什么意思 我担心他在关键的时刻 会出卖你 为人哪 你记住啊 做人哪 最重要的是讲一个意思 兄弟之间 没有绝对的信任怎么能同甘共苦呢 在背地里这么说长风 不太合适吧 大当家的 我不是这个意思 我是听见长风和王强 在背后私下里议论您和我们家的关系 而且 长风和王强还有私情 我是担心 如果到了关键时候 他会 请 这边请 大当家的 王小姐来了 王小姐 她特意带了不少珍贵的药材 来孝敬您 无功不受禄啊 大家只是普通的朋友 白某消瘦不起 是我爹嘱咐的 他要我给您接风 都是一些尚好的陆荣和人参 请当家的笑纳 大当家的现在已经是上海滩的大亨 我们一定有合作的机会吧 我这次来的目的 是想和你爹 谈一笔关于和洋人合作的大生意 大当家的过去 在江湖上是个让人闻风丧胆的英雄 现在转入商道 又是一个叱咤风云的商人 能够和洋人合作 真是让我刮目相看哪 我只想知道 你爹什么时候来金陵 如果来了就通知我一声 大当家的 我有件事情想问您 您在金陵认识不止我爹一个人 那您的那件生意 会不会去找金茂祥合作呢 我跟金茂祥确实做过很长一段时间的生意 交情嘛 自然不浅 可人情归人情 生意归生意 这单生意我不想找他们 我希望你能够转告老爷子 对金茂祥能够网开一面 这件事情没得商量 其实我不找金茂祥麻烦 我爹也不会放过金茂祥的 这到底是为什么 我们跟金茂祥的恩怨 您就不用管了 总之放过金茂祥 是绝对不可能的 还有金茂祥的事情 您最好不要插手 既然你不想传话 那我就告辞了 大灯家的 我会尽量跟我爹传述的 不过他会不会买你的账 那我就不得而知了 我等你回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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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还等你回答我 现在先退休 delivers 我不是太ardağ 那 我是非尽量的 厉害的 这一切是值得的 对对对对 我看立祥啊 在过去一年里 又是做兵符要烂杖 出了不少的力啊 能有今天真是不容易啊 我希望来年会更好 我希望来年我能抱个孙子 伯母 好 我不说了 我也不用有什么希望了 我知足了 我能和家人一起 安安心心地吃个团圆饭 我就吃足了 那伯父您多吃点 好 对 多吃一点啊 来来来 多吃吃吃 爹 好 我敬你 好好好 快吃吧 娘 我就是搞不明白 为什么这个香满楼 非要置我们金茂祥于死地呢 是不是 我们金茂祥以前得罪的人太多了 你爹呢 你爹呢 老爷他 恐怕不会回来了 娘 您就别生气了 我们还是好好想想 应该怎么对付香满楼吧 白大当家的 已经把香满楼的情况 讲得很清楚了 真没想到啊 他们这么打的背景 我们十个金茂祥 也不是他们对手啊 到底是为什么 寻仇还是报复 为人 你不是跟白彪 见过香满楼的人吗 有没有什么线索 娘 您好好想一想 你认不认识一个叫 王强的人 我 一点印象都没有 其实 真正关键的人物 不是王强 而是他父亲 人们都管他叫老爷子 他 他爹叫什么 我 听长风说 他叫王思源 王家是我们的恩人 不能忘了王家的恩情啊 怎么会是他 好 老爷子 把这剃上啊 摔干净了啊 好嘞 哎 放心吧 这个这个 按瓷点 粘着 好 往上一点往上一点 哎呦没想到了啊 香满楼开市的第一天迎接的 就是名震金灵的车家大奶奶 哎呀 看来香满楼是沾了光啦 整年都要裁员广进了 哈哈哈 香满楼裁员广进 还 也得给金茂祥享口饭吃啊 哎呦 我车家大奶奶 您这话是从何说起啊 你们家老爷呢 我们家老爷 是你们想见就能见的吗 他就是王思源的女儿王强 现在香满楼 就是由他来掌管 好标致的千金小姐 久闻不如一见 王强姑娘才貌兼备 我车于跪今日算是领教了 怎么了 讨不到债 把你们家主子都请来了 大过年的 照理说应该是我们去给您拜年 怎么反过来 由您车家大奶奶上门啊 我们晚辈可是担当不起哟 这次我前来拜访令尊 就是想把我们两家的恩怨解释清楚 俗话说 冤家遗解不遗解 你们这次重返金陵 一定有什么地方 用得着我们车家帮忙的 我车家一定不遗余力 鼎力相助 我看没这个必要 我爹这次是有备而来的 他想要做的事情 没人帮得了 也没人阻止得了 凡事得讲道理吧 你们欠车家的债 这年都过了该还了吧 到底是谁欠谁 车家大奶奶心里比我更清楚吧 这债是一笔归一笔 立祥收的是那些小商家的债 听说都压在了你们香满楼这儿了 没错 这些小商家就是我们收购的对象 他们欠下的债我们当然会负责 但是借也急不来呀 否则我们拍屁股走了 这债不就成了无头债了吗 王小姐 您这分明是在为难我们车家 拖欠巨款 让金茂祥没法周转 您这不是逼着我们关门吗 你这是在要挟我吗 要是金茂祥关门歇业 正好让我们王家名下的货债 大展宏图啊 侄女你年轻气盛 我不怪你 我们车家和王家两家渊源已久 当我还是个小姑娘的时候 两家就合伙做生意 说起来应该是你的爷爷和我的爹 还是换了铁的兄弟 他们的感情好的比亲兄弟还要好 这个你恐怕不知道吧 想必车家大奶奶是贵人多忘事吧 据我所知 王家和车家确实在生意上合作过 但是合作得并不愉快 车家欠我们王家的 这两辈人的事姑娘不了解 我虽然没有亲眼看见过你们车家 干的那些龌龊事 但是我爹要我实时牢记着 车家背叛了我们王家 你们私自吞下了我们王家 在金茂祥的股份 逼得我爷爷离开金陵 寒恨并死在途中 你爷爷他 猫苦耗子假慈悲 这不正中了你们下怀吗 可是我们王家不是那么好欺负的 这一次我爹重返金陵 就是要学当年之耻 这可都是一场误会 当初你爷爷推出股份 是心甘情愿的 而且我们也赔了他八千两银子 是你们车家 没有车家就没有金茂祥 金茂祥世世代代都属于我们车家的 绝不允许他人觊觎 谁要是想打金茂祥的算盘 没那么容易 今日对着你王强姑娘 我也不该说这些气话 可能王姑娘你误会了你爹的意思 不过有一句话想请你转告你爹 车老爷子虽然不在了 可还有我车玉贵 只要我车玉贵再一天 就绝不允许他人霸展金茂祥 好啊 我们走着瞧 诺大一个精灵 没几个人不知道我车玉贵的脾气 你们是铁了心想和金茂祥为敌 想和车家作对是不是 那好 我车玉贵奉陪到底绝不放弃 娇爷 咱们走 哦 立响 你好好待在这儿 盯紧了一刻都不要放松 不还银子 就让他浑身都不自在 从来都没见过这么霸道的女人 从来都没见过这么霸道的女人 我说 立响啊 这笔债我看在你份上已经还了一半了 无论如何我是不会再给车家半文钱 你给我一句话 见好就收 不要夹在我们两家之间 我吃车家的饭 就要替车家的人做事 是 我不管你怎么想 也不管你们两家的恩怨怎么解决 是 捡着六千辆银子 落在我身上 我就要完成这个任务 好倔的骡子 我喜欢 只可惜你站错了阵营 车家很快就要日落西山了 将来统领精灵货占市场的一定是我们王家 要是你愿意跟着我的话 我一定会出个好价钱的 你别以为钱就可以解决所有的问题 除了钱还有正义公平良心 就像你们王家和车家的恩怨 能用钱解决吗 你到底是车家什么人呢 我有意抬举你 你却一味的为车家说话 你既不是车家的公子 又不是车家的下人 那个车衣柜能把你放在眼里吗 我做任何事情都对得起我自己 我不需要任何人的同情和怜悯 我付出我自己的劳动 我得到的是我自己的尊严 你醒醒吧 你只不过是一个私生子 你在车家 永远没有办法跟车交宴平起平坐的 你只是车衣柜的一根牙签 帮他剃掉他烦心的东西 你自己不毁了自己 车余贵又会把你丢了 小姐 快吃饱 凉了就不好吃了 这里面根本就没熟 你想害我吃了拉肚子是吗 不可能啊 每次蒸包子的时间我都算好了 怎么会没熟呢 你还嘴硬 你是看今天本小姐备了食蕴 还想煽风点火是吗 你干嘛把气出在她身上 她只是你的厨娘 不是你的出气筒 是啊 我是故意的 我已经查过了 你们两个是一对的 怎么 我朝她发脾气 你心疼了 那你干嘛不把她接回去 供着养着 让她在我这儿瘦白眼啊 我还是那句话 你干嘛不把她接回去 你在车家糟蹋了 连自己的女人都养不起 你这种人真是不可理喻啊 丹萍 我们走 丹萍 你放开我 那种刁蛮霸道的人 你还要为她做事吗 到哪儿不都是挣银子吗 你可以在车衣柜那里做事 我为什么不能在这里做事 可是她没有把你当人看哪 丹萍 我不能眼看着你受委屈 我要对得起你爹啊 难道你过得就比我好吗 从做兵符 到进车家 到现在变成一个讨债的 整天像条狗一样 跟在那个千千大小姐后面 我看了就不心疼吗 你说我像什么 她说我像苍蝇 你说我像条狗 我做这一切都为了什么 你以为我愿意做这些讨厌的事吗 不 李翔 如果你真的不愿意的话 我们回去好不好 我们回乌镇 哪怕再回去打鱼 再回去卖菜 只要我们过得自在 不受约束 好吗 我 丹萍 我不能 我不能做一个逃兵 你不是说过 只要我想做的事情 我都一定能做到吗 我吃的苦 我受的委屈 我都是为了向我自己证明 我能够在金陵立足 我不会比这些城里的人差 我娘从小就教我 做人要受承诺 我既然答应要把这些账收回来 我就一定要坚持到底 所以你说再多委屈 说再多凌辱 你都不在乎了 你知道我现在在想什么吗 我在想 在乌镇的那个立项 那个爽朗豪马的立项到哪去了 是我眼前这个 只顾承诺 只顾正名 只顾讨债 却好不顾自己尊严的立项吗 我就是我 我从来没有变 难道你认为我变了吗 我认定一个目标 我就努力去做 我没有错 我 也许你现在 还不明白你在想什么 你舍不得离开金陵 还有一个原因 你说什么 你舍不得想吗 你舍不得想吗 啊 这 哎呀 有什么大惊小怪的呢 这件事我正要跟你们商量呢 香满楼的幕后老板王思远呢 他要在金陵收购我们这些个大小厂家哎 连成一片 来对付金陵的龙头老大金茂祥 这可是得罪车玉贵的事啊 嗯那就得罪吧 他老没事让我受点气 是不是啊 现在好不容易有一个机会 咱们可以摆脱车家了 又有银子赚 是吧 何乐不为呢 爹 您知道 您这叫什么吗 什么呀 见钱眼开 再怎么说 车家也是咱家的亲戚 你干嘛非要这么做啊 谁谁谁谁谁跟他说亲戚啊 什么亲戚啊 他跟我要债的时候 他怎么不说我是他亲戚啊 啊 这件事情啊 爹有爹的做法 你就不要太幼稚了啊 哎呀老爷 人家要买咱们染布房 你同意了 啊 王思远哪 哎 出手很大方 而且开价很高 我算了一下啊 咱们这染布房呢 除去各种债务啊 咱们还可以这个 进一大笔钱 装自己的腰包里头 哎 有了这笔钱 咱就不用受苦了 而且啊还可以安度晚年哪 哎 老爷啊 人家都说 男人有了钱就变坏 你要是银子多了 会不会娶个老三回来呀 嗯 对 哎 什么屁话这是 爹 不管怎么说 染布房是咱们徐家的家业 怎么能这么随便的给别人呢 哎呦 哎 小曼的小曼 你说啊 你爹我要是有个一男半子的 也不会搞这种事情了 对不对 可是呢 你是个姑娘家迟早要出嫁的是吧 你没必要守这份产业 姑娘家怎么了 我知道我当时出国流洋 花了家里不少钱 不过只要我肯吃苦 染布房肯定守得住 哎 不用那么辛苦 将来爹给你找一个有钱的婆家是吧 哎 踏踏实实过日子 没必要守着这个染布房吃苦 哈哈哈 小曼啊 你爹说的对 做女人嘛 找个好丈夫才是最重要的 我不愿意因为享受去嫁给一个人 我宁愿嫁给一个我喜欢的人 说来说去 你还是忘不了高丽强那小子是不是 哎呀 老大爷 小曼啊 你爹他也是为你好 李翔那孩子是不错 可他身边不是有一个丹平了吗 而且他的那个身份也蛮复杂的 我看啊 咱们还是别纠缠进去的好啊 小曼 你大妈说的没错 你要守住染布房那没有问题 千万别再迷恋李翔那小子了 娘别说了行不行 啊 我明白了 哎 因为高丽强是车家人是吧 你怕他不高兴啊 你才不让爹卖掉这染布房的对不对 嗯 嗯 爹 我真的只想帮你守住这份产业 我可警告你啊 嗯 高丽强那可是车家的私生子 你以为车一贵信任他啊 啊 你看看都交给他一些那个什么收账啊 那些杂活来折磨他 有什么主意啊 哎 我可不想让我的女儿将来找一个没有前途的人 你们真是越扯越远了 我和李翔只是共患难的朋友 我当然知道他有丹平 我也会祝他们找到幸福 我 嗯 嗯 丹平啊 这两天立翔忙没时间陪你 你怪他是吗 嗯 我今天还看见他了 他去香满楼讨债 又是讨债 他就没有别的事情好干 他现在心里 只有赚钱 只有讨债 只有出人头地 我越来越不了解他了 别胡说 丹平 你早晚都是我的儿媳妇 这个地位 谁也抢不走 我 爹 我回来了 回来了 我 我和你娘啊 这样问你呢 你和丹平怎么了 又吵架了 她为什么不开心呢 爹 我没事 是丹平在香满楼受了委屈 我才不相信呢 肯定是你在外面忙 冷落了丹平 爹 丹平他不是个小孩子了 他需要整天让人陪吗 我刚进车家 几只双眼睛盯着我 想看我的笑话 我每天如履薄冰我容易吗 好好好 爹知道你在外面受了很多苦 可是 丹平也是个好女孩 你可不能让她受委屈啊 爹的老路 你可不能重走啊 爹 如果丹平真的理解我 她应该支持我 她不需要我每天为她分心劳神的 丹平 你怎么能说出这样的话 丹平是在乎你 是喜欢你 才处处关心你 她不愿意你受车家的委屈 也不愿意你受别人的侮辱 她一心为你好 你却嫌她让你分心劳神 娘 我不是这个意思啊 你还想说什么 丹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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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解释 他需要的是冷静 你头脑清醒的想一想 想想该怎么对单品吧 我帮你解释一下 伯母和丹萍那边 要不要我去帮你解释一下 不必了 不管你的事 可是我看到你这样 我心里也很难过 我做任何事情 都对得起我自己的良心 我娘和丹萍误会我 只是暂时的 我想时间久了 他们就会知道 我是什么样的人 我记得 我刚认识你的时候 你浑身都透着一股倔强劲 后来好不容易留在金陵了 你又丝毫不肯接受别人的帮助 宁愿自己去吃苦去拼命 只有这样我才会觉得 自己活得踏实啊 以前在乌镇那段日子 过得虽然清闲 但是缺乏一种活力 缺乏一种可以把我体内 所有能力散发出来的动力 在这里虽然吃苦 但是那种得到收获时的快乐 是我以前从来没有过的 就像我们做兵符生意 虽然开始很苦 可是后来苦尽甘来 我们击败了那么多对手 拿到了订单 你知道当时我有多开心吗 这种开心就是你的能力得到证明 那种感觉啊 就像你征服了周围所有的人 甚至征服了全世界 对 就是这种感觉 为什么你能够理解我 可是我跟我娘生活了二十多年 她却不能理解 我是那种为了自己的利益 不顾他人感受的人吗 当然不是了 如果你真的是个建立妄议的人 那你早就不顾及那些商家的死活 把那笔债给收齐了 陈公对我来说虽然很重要 但是我不会把他的代价 建立在别人的痛苦上 可是我也不会放弃 尽管王强他百般作梗 但是我一定要把账收回来 给车家一个交代 王家真是无孔不入 你知道吗 现在他要收购我们的染布房呢 你爹答应了吗 就算我爹答应 我也不会答应的 我一定要守住染布房 我不会让他轻易成为 王思源对付车家的工具 虽然车家的人态度傲慢 但是金茂祥毕竟是他们 辛苦经营的成果 面对现在的困境 如果我帮着王家呀 对车家来说就是落井下石 可是车家人对你并不厚道 你还帮他们啊 我娘教我 宁可人负我 我不负人 不管怎么说 车鱼贵他能容忍我们母子 待在金陵 还让我们一家团聚 接受我进车家 我不能做个忘恩负义的人 大清早能喝上鸡汤 不错呀 是啊 是 来 想不到 你对我还是这么好啊 又不是给你一个人的 你手下的人都有份 为人呢 他去哪了 他出去办事了 马上就回来 白彪 这段时间 我的右眼老是跳 总觉得身后 有什么野兽在瞪着我 你是在说王家吗 这王思远到这儿来 好像专门是为了对付车家 以前金茂祥真的吞并了 王家一半的股份吗 这你也信呢 我们车家哪是这样的人呢 当年我爹在世的时候 说得是清清楚楚 他王家拿走了八千两银子 退出金茂祥 可是如今 他又垂涎我们金茂祥 在金明的实力 虽然金不如稀 可是咱们的生意也不错呀 他王思远就是看在这一点上 才打我们的算盘 在京城呢 我跟他做过生意 但接触不多 交情只限在一个例子上 听说他背后势力极大 还有个贝勒爷在给他撑腰 你可要小心点啊 谢谢大家